好,Google Classroom,我们可以帮学生批改作业,发环作业,学生可以查看成绩 来,我们就来改,是老师的身份哦,老师现在进到这里来,对不对? 那我们就先来改这个,我再重新整理一下好了 其实这应该是即时的讯息啦,我是想确定一下课堂作业,这个 诶,这个13个胶吗?哦,这18个胶 对不对,那这个呢,一脚胶24个,这比较多,我们就拿这个来 来,开起来,这边就可以打成绩了 这个分数不是我们指定的吗? 你看看吗? 满分一百,你打几分,这边就出现在这里,好了,精彩啦 立即储存哦 再打一下,打一下,打一下,打一下 这还没教,发完给他 发完 已经发完了,给23个同学,对不对? 好,来,看学生身份吧,学生呢,来 他在教心得的时候,在作业地方 这个,这个吧 查看一下,评分了,老师已经评分了 评分,看到哪里,以评分了,分数在哪里 左上角 左上角 哦,一百,你看见吗? 随时可以看见哦,那我们再回到老师端去哦 老师端呢,在这里,我这里可以下载 你看他,所有成绩复制到 Google的市传表 我们现在,我们再打一个成绩,再来看好了 他会做合计 那我接着,我可以再把它打完 诶,全部都给了,来 这是还没教的吧 这里评分,这上面这是指派的 这个,你知道看懂吗? 当我打完发完的时候呢,他就送去 学生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分数 那下载成绩在这里哦,在这里哦 我第一次一直找不到呢 因为第一次我都在哪里找 我觉得应该在这里 这里呢,不是哦 这里都看不到成绩哦 一定要进到某一个成绩里面去 进到某一个成绩去 点这里进来 哦,点没,呃,点进 刚是,哦,这学 角角 这里就可以下载所有成绩 哦,这边,这是我比较不习惯的 哦,那如果是下载呢 下载,这一颗的成绩是这一个 所有成绩CSV下载这一个 那在Google市传表看是这一个 哦,这有点区别